我父啊,我们感谢您。 一起来做默祥祷告。 主啊,您赐福于我们。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,就在这里,我主与我们同在。 求主打开我们的双眼,使我们看得见。 求主打开我们的双耳,使我们的耳朵听得见。 主啊,我们随面临的难过的问题,求主为我们解决, 使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,求主赐予我们幸福与满足, 使我们在生活中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。 我们相信我们家庭里一切污秽肮脏的撒打魔鬼都会离开。 我们相信折磨我们国家,折磨我们民族的这污秽的肮脏的淫乱的魔鬼都会退去。 主啊,求主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。 您告诉我们,只要进入到基督里,任何人都有新的开始。 在这凌晨,求主使我们首先从我做起,使我们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。 奉耶稣的名,感谢,献祝福,祷告,阿门。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,羊。 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做的,我们的想法,我们的行为,上帝如实地一一返还给我们。 大家都相信吗?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和我们立下的约,而这个相信,我们自己无法做到。 这相信,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,我们从哪儿才能得到信心的礼物呢? 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,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彼得签书一章二十一节。 只要我们进入在基督里边,这时候就由不得自己,这一切全靠上帝的恩典,因基督使我们领受信心。 只要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信心的礼物,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,绝不会有任何的亏损。 我批养牧师很明确地,按照上帝的话语,如实地做见证。 凡是按照自己的意念来做的时候,一定是失败,成功不了。 提摩带前书九章,提摩带前书六章九节,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基督里,一切都变成了自我,凡是自我的手势走向败坏,什么样的人爱自我呢? 大家知道使徒保罗进入到基督里了之后,就支配了他自己所学来的一切的学文,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学文,全靠了上帝的恩典,我们从哪儿才能得到恩典呢? 通过基督的保险认罪,洗罪,悔改了,这时候使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。 以复所书四章七节,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,以二,你们也因着他信纳,叫他从死里复活,又给他荣耀的上帝,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。 以二,以二,你们也因着他信纳,叫他从死里复活,又给他荣耀的上帝,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。 阿们,这是从死里复活,还是说差一点死去呢? 是从死里复活,已经是死了。 好多人祷告的时候说,我们本来是要死的。 别自作多情了,我们已经是死了,我们已经是死去了的。 真是太张狂了,我们还不承认我们是死人吗? 我们,我们的灵已经是死去了,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堕落的生活,从一点园里是被赶出来的。 好多人说我们,我们,我们差一点死去,我们不是差一点死去,我们已经是死人。 我们都不认识自己,我是死了的,还是活着的呢? 我们再来读一遍,以二,你们也因着他信纳,叫他从死里复活,又给他荣耀的上帝,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。 阿们,这是差一点死去了呢?还是已经是死了的? 是从死里复活,是从死里复活呀,已经是死去了的。 大家知道,有时候祷告的时候,往往假的长老们祷告的时候就这样告白。 有些长老这样告白,主啊,我们本该是要死去的。 不是啊,已经是死去了的,灵魂早就死去了,所以才和上帝断开了关系呀。 好多人却否认上帝的话语。 首先我们要认清,我是死了的,还是活着的呢? 我们根本就没有活过来,比如说我们去医院,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哪儿,我是该去看内科呢,还是要去看牙科呢? 首先我要认清,我首先要向上帝承认告白,我是死人,我灵魂是死去了,我就是个死了的。 好多人说,我还没有死呢,好像差点死去了。 这就是在否认上帝的话语,都不需要上帝了。 所以首先我们要认清这方面,在这凌晨,首先我要领,哦,我是个死人,结果上帝让我活过来了。 有些信徒说,牧师,我昨天还活着呢? 我在睡觉的这一途中,睡觉的时候,心里已经有罪恶涌出来,身体上也有罪恶涌出来,我都成了死人,而上帝又让我活过来, 使我在基督里又活过来,重新让我复活。 我的这饭碗是脏了的,脏了又洗一遍,又洗一遍,洗干净了又洗一遍,就是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呀。 在座的各位,大家和我,我们因什么死去了? 因我们的罪恶,我们死去了。 这个罪恶就是不顺从,没有听上帝的话语。 结果我们死去了,不是差一点死,是已经死去了。 我们看一个人的祷告,这祷告的内容是什么,就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。 上帝都说我们成了死人,我还不承认自己死了,难道我比上帝更强吗? 上帝的约是多么多么感恩,感谢。 我们要首先承认告白我是个死人,全靠上帝的恩典,通过基督的保险使我们活过来。 而我们都不承认自己,我们如果都不承认自己是死了的,说明我的告白都是假的。 就比如说,我肚子特别饿,饿得到了极度,就死了。 死了的和跟差一点死了的是不同的。 差一点死,这还是活着呢,还没死呢。 上帝告诉我们,我们是完全的死了。 难道如果我不告白,我是完全的死了,难道我比上帝更强吗? 所以,首先我要认清自己,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承认上帝的话语,是个假的教徒呢? 只有基督的保险使我们从死里复活。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,上帝的奥秘。 依靠着这基督的奥秘,使我们从死里复活。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荣耀,通过基督使我们得到荣耀,因基督使我们得荣耀。 我们再来读一遍,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一二。 你们也因着他信纳,叫他从死里复活,又给他荣耀的上帝,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。 阿们。 这荣耀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吗? 不是的,是上帝给我们的,上帝赐予我们荣耀。 我们再来找一遍《约安福音》五章四十四节,很明确地讲了, 这荣耀是上帝赐予我们的,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的。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,上帝帮助我们,使我们从死里复活,这在基督里才能得到这帮助,这正是信心。 我有罪恶的时候,信心就离开我了,但凡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,这信心就离开我。 我心里有恶念,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,信心就离开我,听不太前书六章十节。 我那心有贪婪的时候,信心就离开我,信心一旦离开我了,我就开始听魔鬼的话,听不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。 这时候,心里就总在琢磨,哎呀,某某某学者说了,某某某某牧师说了,某某某某科学家说了, 竟讲的是魔鬼的话,世俗的话都是属魔鬼,属撒旦的。 好多人以为听魔鬼的话,就是好像听了一个鬼怪在叫嘛,不是的。 马太坟十二章二十八节,人都是属魔鬼的,属魔鬼的人所编出的学说和理论,这都是属魔鬼的。 有些人说,今天我听某个牧师说,今天我听某个神学家说, 但是这些人的理论都和上帝的话语是违背的。 这种的分辨是好的,而把上帝的话语丢在一边,光在那里天花乱坠地讲, 哎呀,某某某谁说了,某某某有名的出色的谁说了, 这都是在追求魔鬼的话,丢掉了上帝的话语啊。 什么样的人能领受圣灵?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,讲上帝话语的时候能领受圣灵。 在座的各位,不喊阿门,光点点头,这说明什么,这都是属魔鬼的。 二二得四,这时候觉得有道理就,哦哦,对,点点头。 上帝说了,天生就是四,凡是上帝的话也都要呼喊阿门。 在基督里得到信心的人和没有得到信心的人是不同的。 在这里讲话,这麦克风讲话能把这个声音传出去,说明这个麦克风没有出故障。 在这里说,是上帝赐予我们荣耀,什么样的人能得到荣耀呢? 得荣耀的人能呼喊阿门,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,这时候是荣耀献给上帝能去天国的。 好多人还在告白,我差一点死去。 这就是说,自己不承认上帝的话语,把自己当成比上帝更强的人,是得不到荣耀的。 好多人想出自己的名声,来炫耀自己,这都是侵占上帝的荣耀啊。 就用世上的法律来讲,这就是非法侵占别人的荣耀,非法侵占上帝的荣耀。 这荣耀不属于我们的,这荣耀是上帝赐予我们的,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。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四,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,我们读一下,一二。 你们互相受荣耀,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,怎能信我呢?阿门。 亲战上帝的荣耀,光出自己的名声,为了出自己的名,为了炫耀自己,就开始结党结派。 这都是要去地狱的,不求荣耀的时候,不会有结党结派。 进入到基督里,自然就是合一的,进入到基督里,上帝赐予我们荣耀。 而好多人在这世上抢占上帝的荣耀,这根本就不是信奉上帝的人。 好多人为了出自己的名,抢占上帝的荣耀。 大家和我们都是个死人,而上帝让我们活过来,而且赐予我们荣耀了。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,这正是信心,因基督使我们得到信心的礼物。 而好多人始终想炫耀自己,内心有贪婪的时候,就想出自己的名,炫耀自己。 大家要明白,我们本来是个死人,生下来都不属于我们的,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。 比如说我们家里养宠物的时候,比如说这个主人养一只鸡, 把这个鸡养肥了养大了,多生几个鸡蛋,就为的是这主人吃饱吃好,养牛也是一样的。 宰杀自己养的动物的时候,不会求这个动物的许可,因为这本来就是他自己的财产。 上帝,我们是属于上帝的,我们在伊甸园里,不听上帝的话被赶出来了, 这时候灵里就已经成了死人,只有肉体,就跟动物是没什么区别的,跟动物是一样的。 传道书三章都有记录,而如同动物一般的人生,上帝让我们的灵魂活过来, 这时候我们就是属于上帝的人,按照我的意念来生活的时候,总会遇到困难,总会遇到一些试探。 这都是因为自己太顽耿,太固执了。 贫穷的人,大家可以观察一下,好多人为什么无法脱离贫穷呢? 特别固执顽耿,什么是固执顽耿啊? 从祖上那里流传来的罪恶,再加上自身的罪恶,这时候就顽耿,固执, 罗马书二章五集,固执顽耿的人总是无法脱离贫穷, 总是去听一些奇奇怪怪的理论。 在座的各位,首先我们要认清我是谁,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, 我们是不是也要抢占上帝的荣耀,我是不是这样无悔肮脏的恶人呢? 抢占上帝荣耀的是没有信心的人。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,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一二,你们互相受荣耀,却不求从独一知上帝来的荣耀,怎能信我呢? 阿们,这荣耀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 我们要得到从上帝那里来的荣耀。 所以我们要因基督,一定要通过基督使我们得到这信心的礼物,来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荣耀。 彼得先说一章二十一节,而且这一切的荣耀是归给上帝的,而好多人抢占上帝的荣耀,为的是炫耀自己来出自己的名声。 诽谤他人,随便批评他人,随便诽谤他人。 这都不在我们的权限下,唯独上帝能批评人,唯独上帝能判断人,而好多人把自己当成上帝了,随便批评,随便诽谤,随便论断。 就比如说,最大体上,天主教不承认基督教,天主教定罪其他的都是异端,那么我们基督教呢,我们基督教也不承认天主教,把天主教定成异端,那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了。 加勒大书五章十五节,相互相咬,纷争争吵,这都是一起灭亡,一起要去地狱了。 然后呢,在基督教里,又分了很多个教派,相互纷争,纷争争吵,诽谤他人,妒忌别人。 我们来找一下雅各书三章十六节,这时候就属于所有的恶,哪怕带一样的恶都要去地狱,但是带着世上所有的恶,相互相咬,还在纷争争吵,这怎么能去天国呢? 上帝不会赐荣耀的,这时候,我带着世上所有的恶,怎么能去天国呢? 在座的各位,大家都信奉耶稣吗? 为了信奉耶稣,我们首先要进入到基督里,通过基督的血来洗罪认罪,才能信奉耶稣。 好多人都不通过基督的血洗罪认罪,光以为自己就能和耶稣确立关系呢。 就比如说,我们要有勺子盛饭吃,不通过勺吃饭,光用嘴来吃饭,就跟狗在吃饭有什么区别了呢? 我们一定要通过基督来认识耶稣,好多人不承认基督,光喊着耶稣就成了属魔鬼的了。 雅各书三章十六节,我们来读一下一二,在何处有嫉妒纷争,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? 阿们。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,在何处有嫉妒纷争,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? 阿们。 在座的各位,在这凌晨,上帝是要帮助我们的。 首先我们要承认告白,主啊,我是个死人。 好多人还在告白,主啊,我差一点死去了,都不承认自己死了。 如果我是个活人的话,我和上帝的关系要确立下来啊。 有些信徒在祷告的时候,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死人,还在告白, 主啊,我差一点死去,您却让我活过来。 这都是在否认上帝的话,有内心根本就没有悔改。 光听别人的祷告,然后呢,在那里模仿,这不是真实的祷告,这是个假的。 告白了,也都是假的告白。 我们在基督里才能活过来,如果我通过基督的写洗罪认罪,进入到基督里了,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活过来,而且上帝赐予我们荣耀。 这荣耀是上帝赐予我们的,使我们能去天国, 而且不仅使我能去天国,还能使身边的人去天国。 传福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 是我们每个人务必都要做的事情。 一棵苹果树自然就能接出苹果来,如果我不能传福音,说明我是个假的教徒。 我从上帝那里得来了荣耀,上帝赐予我荣耀的话,我内心是喜乐充满的, 而在座的各位,好多人都不乐意,都没有喜乐, 这说明根本就没有进入在基督里,都没有得到上帝的荣耀。 这时候世上的事情都不顺利,不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, 这就是个假的教徒啊。 从上帝那里得来了荣耀,这时候我心里是充满喜乐, 所面临的事情是越来越顺利,曾经不行的变成能行了, 这时候是能去天国的表现,这时候一切从我做起, 而且能把这样好的喜乐分享给身边的人, 这样做真的能好,我真心做到了, 我也能把这个好的传给身边的人, 哎,我这样这样做,结果得到了这样好的祝福, 我有这样的变化了, 所以上帝的见证是很神奇,很奇妙的, 是非常奇妙的,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,这是上帝的约, 每个凌晨祷告,每个成功礼拜, 向上帝求上帝的帮助, 上帝帮助我们,这是多么神奇的, 这是多么奇妙呢, 所以我的灵魂坚守上帝的法度, 我们来找一下,诗篇119篇, 129节,大家真切地照着上帝的话语, 每个成功,每个凌晨来到上帝面前, 真切地做四阶段悔改, 就能领受非常神奇的祝福, 这时候是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荣耀, 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荣耀之后呢, 就能真实地把上帝的荣耀传给所有身边的人, 而好多人呢,要非法抢占上帝的荣耀, 好像都全靠了自己, 结果就走向败坏, 提摩带前书一章15节, 我们要告白,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, 我是最误会肮脏的坏人, 我们这样告白认罪的时候, 才是符合上帝的话语, 这时候上帝高举我们, 而当今, 而当今有几个牧者告白自己是误会的坏人呢, 有几个信徒真实地告白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呢, 这多么的心痛啊, 在座的各位, 大家并没有告白自己的罪过, 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恶人, 从来不告白自己的罪过, 主啊, 我这么的脏, 我这么的坏, 我求主的饶恕, 主啊, 我告白我是这么的脏, 我是这么的无会肮脏的坏人, 从来不这么告白, 反而说, 我这也挺好, 我那也挺好的,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二十九节一二, 你的法度奇妙, 所以我一心谨守, 阿们, 上帝的见证, 上帝的法度, 昨天我们也读了, 圣经里没有提到的, 圣经里分明告诉我们, 圣经里没有的, 我随便添加, 这时候是要遭受灾难咒诅的,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, 有些牧师, 讲一些圣经里没有的, 某个神学者说, 某个牧师说了, 而这根本就, 圣经里没有提到, 这时候是要受灾难咒诅的, 好多人说是信奉耶稣, 还在辛苦收累中吗, 分明是因为没有进入到基督里, 只是装模作样, 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基督里, 这是个假的, 上帝的话语, 无论是什么样的话语, 哪句话语都不能藐视, 凡是藐视了, 或者不相信的话, 这都是属于受咒诅的, 从生命册里, 名字会被删减, 上帝的奥秘传了这么久, 而为什么好多人还不承认上帝的奥秘, 不接受上帝的奥秘呢, 这就是在删减上帝的话语了, 这时候无法去天国呀, 上帝的法度是奇妙的, 是非常神奇的, 上帝的法度是如此奇妙, 神奇, 这时候我的灵魂, 我的灵语魂都要谨守上帝的话语, 上帝的见证如此的奇妙, 在座的各位真心地呼唤阿门, 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吧, 在座的各位始终不顺利的信徒们, 启示录二十二章的话语, 我们来找一下吧,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, 没有信心的时候就爱听魔鬼的话, 光追求, 哎呀, 某某牧师说了, 某某科学家说了, 某某神学家说了, 这都是属于败坏的, 我们只听上帝的话语, 我内心有罪恶的时候就爱听世俗的话, 马达平十三章十四节, 我内心的罪恶洗干净了, 我内心没有罪恶的时候就听上帝的话语, 我内心拥有信心的时候听上帝的话, 而我内心的信心离开的时候就开始听魔鬼的话, 不听上帝的话语, 田摩达前书四章一到二节, 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一二,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,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, 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,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, 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术和圣诚删去他的份。 阿们, 这是非常非常基础的, 而好多人还不遵循这话语, 圣经话语里所提到的,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, 那没关系, 我们还要继续地往前, 持守, 没有上帝的信, 有些信徒现在传基督的奥秘, 然后有些人就问, 您凭着什么这么讲啊,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分明提到上帝的奥秘, 而有些人还在否认的话, 那说明否认了上帝的话语就是法利塞人文士, 否认了上帝的话语是属魔鬼的, 属魔鬼的地方就不叫教会了, 这时候是属于世俗的恶语, 雅各说三章十六节, 整天妒忌别人, 猜忌别人, 诽谤他人, 这都是属于世上的恶, 属于世上的恶就不叫教会了, 大家都要清醒过来, 要警醒过来呀, 我的名字不能从生命策上删去, 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, 我们可不能遭受灾难咒诅啊, 而好多人还在去听属魔鬼的话, 还不认清自己是走向败坏啊, 还是走向祝福啊, 在这凌晨求上帝的帮助吧, 只要做四阶段悔改, 通过基督的血洗罪认罪, 这时候上帝帮助我们, 帮助我们使我们领受信心的礼物, 在这凌晨我们一定要得到上帝的帮助, 在座的各位在呼喊荣耀, 献给上帝的时候鼓掌, 迫不得已鼓掌的, 这都是属于抱怨, 发怨言的, 是属于恶人呀, 在座的各位脸上没有笑容的, 上帝赐予我们荣耀的时候, 我们发自内心是有喜乐的, 没有得到上帝的荣耀, 没有得到上帝的荣耀, 这时候是属于灾难咒诅, 这时候总是不乐意, 总是不开心, 做事都是迫不得已, 这多可怜呀, 特别可怜, 属于咒诅的时候呢, 讲话都是抱怨, 发怨言, 总在发怨言, 抱怨, 这都是属魔鬼的, 内心装满什么, 嘴上就讲什么, 为什么不认罪不悔改呀, 甚至也不喊阿门, 总想琢磨, 总有想法, 在座的各位想法分为两种, 基督外边的想法都是要死, 在基督里面, 主耶稣基督保守住我的心怀一年, 这时候是喜乐充满的, 在这世上我们讲, 哎呀, 要有积极向上, 讲话要有建设性, 属于基督外边的再有建设性, 再有积极向上的态度, 这都是属于灾难与咒诅, 好多人根本就没做四阶段悔改, 根本就没有通过基督的写喜罪认罪, 但是脸上充满喜乐, 讲话好像很积极向上, 这都是表演而已, 这都是心怀二义的, 装模作样, 这都是在演技, 并不是真实真诚的, 如果我们从上帝那里真实地得到了荣耀的话, 我的灵魂是喜乐充满的, 这是非常神奇奇妙的, 做了四阶段悔改就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, 这是上帝的见证, 真切的志愿大家在这成功时间得到上帝的帮助, 在座的各位还没有喜乐吗, 都无法看我平牧师的双眼, 内心带着抱怨, 然后在这里装模作样的祷告, 这都是假的, 大家好好观察一下自己, 比如说我有一个饭碗, 要洗干净, 哪儿脏了, 就赶紧洗干净, 头洗干净啊, 不要扭扭捏捏的, 不敢说自己的罪恶, 像上帝这里, 我们面对上帝, 我们如实地告白我自身的罪恶, 实实在在地都告白承认, 主啊, 我就是这样无会肮脏的罪人, 我就是这样走向败坏的, 是个死人啊, 就这样, 如实地向上帝承认自身的罪过, 告白自身的罪过, 愿意是三章八节啊, 有罪的地方是有魔鬼附着的, 我们一起来祷告, 主啊, 今天我遇到了困难, 我又在难过, 煎熬着, 求主使我领悟, 这正是我自身的罪过, 与祖上所犯的罪过, 求主帮助我领悟自身的罪过, 求主使我向主如实地承认告白, 实实在在地告白我的罪恶, 求基督的保险洗净我自身的罪过, 这时候主使我从基督里, 这时候主使我们在基督里, 从死里复活, 有奇迹发生, 使我们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荣耀, 使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满足, 幸福, 最终使我们去天国,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, 使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祝福, 而且使我们也能使身边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, 这正是爱国者, 求主使我们真心地正确地领悟过来, 使我们把好的祝福留给儿女, 奉耶稣的名感谢, 献祝福祷告, 阿们 祝福祷告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